其实你根本就是一天过一天 你也不知道怕 所以你就不能判断 什么是功德 什么是过失 所以你必须看清楚 生死如为的真相 你才会好好珍惜这句佛号 你才能够全心全意的 投入这句佛号当中 否则你就是犹豫不决了 因为你看不清楚真相 你也不知道怕 不知道怕 你就不知道真实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看最后一段 这一段太重要了 专重信念这句话 你要是 这个概念你要懂了 你就掌握整个进土中的核心思想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以虔诚的合掌的心 来看看法卫大师的开始 这一段 若信愿坚固 临终时念一念 一绝合生 若无信愿 众将名号持日 风吹不入 与打不失 如银墙铁壁相似 亦无得生之隐 修静涅者不可不知也 暗门 欧命 佛经 亦以 他 无敌 认为要 正于此 好 我们先把这个文消失一下 说一个变国人 如果你的心态 是准备好 你准备要往生了 你准备要离开说博世界 当然这个准备不是冲动 是靠你智慧的如实观察 你看到的 三十的过失 你看到 净土的功德 透过你 如理的思维 做出正确的抉择 那么你 一心规律 阿弥陀佛 信念坚固 那么这个时候 临终的时候 你 十句佛号 乃至一句佛号 就够你往生了 因为你的心态准备好 如果你根本没有准备好 你就活力不足的这样练佛 众将名号迟到 风吹不住 以打不失 如银墙铁壁相似 你每天恋人都佛号 你只是求平安 连动 绵绵蜜蜜蜜 那么跟往生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心态 没有准备好 所以这个地方 修经悦者不可不知也 大本的阿弥陀经 也是以心态 以发愿 来当作整个名号的引导 正是这名字 所以我们临终的时候 为什么要求要临终达到正念 你必须以正念来引导佛号 这个佛号才算数 如果你临终的时候是颠倒的 颠倒妄想 那这个佛号就不算数 这句佛号 是不是可以能够带我们往生 关键你的心意 那个心意 能念的心意跟所念的 我那个心意是推动着 心就是前面的马车 你必须以一种往生的正念 来提起这个佛号 这个佛号才是一个往生的资料 否则这句佛号 它只是一个 人天的善法为了 一个载好的马车 这个车子有很多的金银珠宝 你必须有一个好的马来引导 这个方向引导 佛头很强道 这个智慧引导 方向 这个佛号 可能会给你带来人天福报 也可能会带来一个 进度的功德 就看你怎么引导这句佛号 所以你的心 是引导这个佛号的一个主 对一个主角 它是重要的主角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阿弥陀经呢 你必须要了解 进度的功德 你必须要 所以修进度中的人 他的一种观照 其实这个智慧的观照 修止观 某种程度就是一种 心灵的沟通 因为 我们习惯于说佛世界 我们生生自自在 说佛世界打鼓 我们跟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情太熟悉了 突然间要离开说佛世界 我们会有矛盾 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要随文入观 就是说 从经典每一次每一次的心疑当中 你要跟自己沟通 你告诉你自己 说佛世界是有过失的 虽然你积极善业得到快乐 但会退转 他会退转 你在享受快乐的时候 你会造罪业 你一不想就要这道三二道具了 一失人生万劫不复 但是你造进度去 进度的快乐 你想受快乐的时候 它是自然皆生 练法练法练生之心 也就是说 同样一个蜂蜜 这个蜂蜜是有毒药的蜂蜜 跟没有毒药的蜂蜜 所以 我们必须要从经典里面的学习 跟自己的生性事的沟通 说服自己 放弃说佛世界 一心归敏净土 你心态改变了 你练活是百分之百的投入 这个佛话就有强大的力量 叫做所谓的信念坚固 临终实验乃至一念 亦决定得往生 所以 我们看到佛陀 介绍其他世界的功德庄园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让我们 从进度的功德当中 去改变我们的心态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